尼醫師還有各位同仁大家早安 那我們講這個醫學去判讀與診斷 那我今天的focus主要就是讓各位了解心電圖 包括怎麼做 怎麼基本的判讀 那有關於治療的部分 我會比較簡單的帶過 因為重點在診斷 好的 那我們要先了解這個電生理學 你才知道心電圖怎麼被做出來的 簡單的講就是說這個 我們這個是SA納的就是痘房解 痘房解發電 我們人體最奧妙的器官我想就是Hard 就是說各位有解剖青蛙就知道 你把青蛙的手腳都剁掉 頭都剁掉它心臟也會掉了 所以表示呢 心臟是一個特異化的組織 它會自動放電 那當然我們的腦 會有一些神經來控制心跳的快慢 可是它會自己跳 它是一種特異性的組織 它會自己放電 那這就是SA納的特質啊 它會自己放電 那它放電的頻率大概就是 50到100下每分鐘 那我們都知道小孩子出生的時候 心跳都120、130 所以在你很年輕的時候 基礎心跳都偏快 然後隨著你年紀的增加就越來越慢這樣嘛 所以在adult就是大概12歲、16歲以上喔 你的心跳就大概在50到100之間了 那就是SA納的喔 那它放電呢 它接下來會經過這個叫bagman bundle 會傳到右心房跟左心房 然後各位看黃色的部分就是去極化的部分喔 就是你放電以後心肌的細胞會去極化 那去極化就是各位看到心電圖上面喔 P波 就是心房的去極化 所以當兩個心房都去極化完成的時候 你就有一個完整的P波了 那接下來就是經過avnode嘛 avnode就是防氏解的喔 那這個防氏解簡單的講就是一個過濾的 的node 它過濾什麼?過濾太快的速度 所以上帝造人喔 最特別就是這個 它讓你SA納的可以放電喔 可是它又怕SA納的萬一亂放電 你的avnode如果沒有阻隔它的話 你的心跳就會過快 所以avnode就是會fuel 就是filter 它當一個過濾器 所以avnode呢 一般能傳到avnode下來的速率就是一般會是在100下以下 那 那這個avnode之下就是 各位以前大概知道有西式速嘛 西式速接下來就是Pkinger Fiber 那 avnode傳下來以後呢 各位知道會先左心式先 先去極化接下來右心式 所以它的去極化順序就是右心房左心房左心式右心式 那兩個心式都去極化完成以後就是QRS波啦 就是各位在心電圖上面看到的QRS波 那心式的在極化 就會產生T波 所以各位要記得啦 P波是新房的去極化 然後呢接下來左二心式的去極化就是QRS波 左二心式的在極化就是T波這樣 就構成心電圖最基本的元素就是PQRS T波這樣 OK 那你要做一張心電圖各位一定要知道做心電圖一定要identification嘛 你要貼病人的 病例號病人的 Sex Age 還有姓名嘛 然後你做心電圖等一下我會講 最重要是standardation 就是說 你要先標準化那一張心電圖 所以你的speed跟votage都要標準化 那 做之前你當然要黏貼位置要準確嘛 12導層各位等一下我會有一張 土跟各位講怎麼做12導層 那 第一個做12導層心電圖的我們都希望你要罵個清楚就是 到底你在第幾肋肩一般標準位置第4肋肩嗎 的左右 等一下我會有一張 那最常發生錯誤的就是你把左右手貼反 本來是 左手你貼到右手右手貼到左手這叫reverse lead 這個蠻常見的錯誤啦 那接下來就是quality不要有很多artifact 你做心電圖的時候一定要把相關的symptons跟sign寫在那個空白的地方 判讀的人才會知道 做這一張心電圖的時候病人有沒有症狀 那標準的speed就是每秒25mm 做一張心電圖是10秒鐘 所以一張complete kg印出來就是 他的 timing就是10秒鐘 duration就是10秒鐘 那voltage呢正常的一個minivoltage是10mm 所以我們在講1mm代表0.1個minivoltage 就是 那怎麼做一張心電圖這個如圖所示 我們v1跟v2就是放在第4熱間左右pasternum 那接下來你要放v4 接下來你要放v4在mi clavico 9 第5熱間 接下來在v2v4之間放v3 接下來呢 v6v6也是mi a0.9就是 這個叫做腰下線 左中腰下線 的這個 第5熱間放v6 然後之後再放v5 v5就放在v4跟v6中間 所以這個 這個precordial lead 胸前導層就放好了 支導層很簡單喔 你就是放右手左手右腳跟左腳 這樣 那這樣就組成12導層啦 那判讀1kg之前你要先有 1kg上面的一些term啦 你跟別人溝通來知道別人在講什麼 那第一個就是p pole 剛解釋過了 就是心房的去極化 接下來是pr segment îtTrKay crossing P pole解釋到rf的開始 叫pr segment P發的開始到QrS 就是ções pr interval 那所以你們常會聽到什麼 一度block二度block就在講 pr interval Qrs 接下來Qris duration 這是Qris duration 也就是說我們說QRS波寬窄就是看QRS的Duration 那接下來是ST Segment 那這個是 這個這個點就是S波要轉到ST Segment的這個點叫J Point J Point J Point就是我們平常在判讀ST Elevation或ST Deplane 就看這個 就看這個J Point 那接下來是ST Segment 接下來是T波 接下來是U波 那QT Interval就是Q波的開始到T波的結束 叫QT Interval 這個也蠻重要的 因為這跟很多Arythmia有關係 OK 那這是最標準的左邊 Left Side的心電圖 那我有標這個 哪些Lead代表哪一個Wall 可是有個基本的概念就是說 V1 V2代表是Septor 甚至代表Posterior Wall Posterior Wall的意思就是說 鏡像呢 V1跟V2 你鏡像貼過去 到背後就是V8 V9 所以V1 V2代表Posterior Wall跟Septor Wall 那V3 V4 V5 V6代表是Enterial Wall 那V5 V5 V6 還有Lead 1跟AVF代表Lateral 那Lead 1跟AVF特別是High Lateral 那Lead 2 V3 AVF代表Infirm 就是下臂 所以我們整個心臟呢 被切成前臂 後臂 側臂 還有下臂 那前臂掌管的心臟功能最多 所以前臂最重要 那下臂呢 通常跟 跟 右冠狀動漫有關係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做Right side心電圖 來告訴別人說這個 右心是有沒有心肌梗塞 OK 這是基本 那我剛剛說呢 這個Voltige 各位可以看到下面 Limb就是 這個 左邊的這六個 支導層是Limb啦 那它標準的Voltige就是一個miniVoltige等於10mm 所以在12導層的 心電圖它下面都會標 標示得很清楚 所以你要先了解它Voltige是 像這個就標準 標準的話呢 這個右邊這個 它會顯示10格啦 就是它這個長條形 這是代表10格 所以這是標準的心電圖 這一張 那 各位看到Speed是每秒25mm嘛 所以是標準的Speed這樣 那這一張是一張標準的心電圖 Synose Reason Rate 61下 然後Normal Axis 沒有STD-Change 沒有什麼hypertrofia 這一張就是一張Normal的心電圖 所以電腦就會直接打Normal EKG 一般喔 電腦只要打Normal 一般都Normal啦 因為電腦現在 分析還蠻厲害的 他一般他敢寫Normal EKG 通常都是Normal OK 那我 我個人判讀心電圖有幾個Strategy就是我的 步驟啦 第一步就是Reason Reason就是指心率啦 它是什麼心率 第二步就是Rate 那Rate就是有A-Rate跟B-Rate 那 A-Rate代表是P波的速率 Q-I-S波的速率就是V-Rate 那我寫這幾個阿拉伯數字代表是 心跳喔 有幾個重點 50下以下就是B-Rate 40下以下就是 絕對的心勃過反 縱使你是 職業運動員喔 也不應該低於40下以下 那60到100就是各位常聽到就是 這個正常的心跳 大概就是60 很多 很多人來我們人都會說 正常心跳不是72下嗎 這是很奇怪的觀念啦 就是 72下是我們以前可能國小或國中的生物課本跟你說大概72下嘛 大約是指 正常人大概落在那個心跳 可是基本上50到100都是可以接受的 Normal的Hard Rate 那100下以上叫Tachycardia 150下以上叫Danger Rate ACOS就會告訴你們如果拿ACOS license就知道 就是150下以上叫做Danger Rate 就危險心跳 所以縱使各位去運動喔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運動習慣啦 像我最近常常跑 跑步 你如果去做比較激烈的運動 特別是打籃球 鬥牛啦 你大概鬥個10分鐘左右 你的心跳就會快150 因為很激烈喔 可是各位知道你跳150下以上 不太舒服啦 你感覺會喘啦 或是覺得心計 或是覺得心跳快要跳出來 那更何況是正常人跳150下在休息的情形下 所以150下以上叫Danger Rate 那 接下來是Axis 就是說正常的 走 我們心跳表就偏左啦 可是正常的走就是0度到90度 0到90啦 所以你看到左偏左 右偏左 這不正常 代表心軸左偏或心軸右偏 那心軸右偏最常見的就是右心是肥後 心軸左偏最常見的是Hemi Block 就是 你的左前數字跟左後數字有Block 才容易看到心軸偏啦 那左前數字Block會左偏走 左後數字Block會右偏走 各位先不用管這個啦 這比較難 可是各位只要知道 Axis 正常的心臟是不會左偏走也不會右偏走 看到心軸左偏或右偏就代表三心肉 那P波和QRX波我們台灣是一負一七字 各位應該認同啦 我是很認同啦 所以我到現在都是一負一七字 徹底的執行 心電圖上面就是這樣 一個P接一個QRX所以 你一個P沒有接到一個QRX你要小心啦 這是不正常 不正常 這個觀念很重要 P跟QRX是有關聯性的而且是1比1 扛加圈 接下來就是看 QRX 我們特別是要看P波跟QRX波的Voltage 來決定他有沒有Enlargement跟Hypertrophy 啊那我們心房 我們會講Enlargement 心室肌肉多才會講Hypertrophy 所以我們很少人在講什麼LA Hypertrophy 我們只講LA Enlargement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心室肌肉多才會Hypertrophy 心房子會變大不會Hypertrophy OK所以你們常常會聽到有人說LAE就代表LEnlargement RAE代表REnlargement LVH代表LV Hypertrophy RVH代表RV Hypertrophy 接下來就是 Interval啦 那這些Interval最重要是QT 因為QT最常被忽略 心電圖裡面 最被忽略的指大概就是QT啦 啊不過因為我們常常看所以我們都會提醒各位QT最重要 QT最重要 那最後就是STD Change 所以 我判圖心電圖我不管我看一張心電圖花多久時間我就是 照這個順序啦 那最後我會有一個 EKG Diagnosis 比方說我會看到AFLVH OK Inferal OST Evasion 合併Completed Block 這叫ECG Diagnosis 那我最後會去HTC taking給理學檢查嘛 所以我會有一個Suggest 臨床診斷是什麼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你看一張心電圖假設AF好了 那你知道他有高血壓的病史 OK你當然會覺得他AF跟高血壓性心臟病有關係 這叫做Suggest Clinical Diagnosis OK 那我們判讀心電圖有時候 判讀久就成精啦 就是 我可能都不去看病我看心電圖我就知道病人有什麼病 可是並不是很多 疾病都可以這麼做 可是也有不少病呢 就是要靠心電圖診斷 所以心電圖是一個 是一個hint也可以是一個診斷的tool OK 那剛剛講150下 除了是Danger Rate之外呢 一般150下左右的心電圖我一定會flutter 2-to-1的Differential Diagnosis 因為atrial Flutter 心防抖動的數字大概300下 當他2比1傳導的時候就是大概150下 所以我看到心跳150下左右的心電圖 我就會想flutter2-to-1 心防抖動合併2比1傳導 接下來是reason我跟各位講reason只有這5大類 就sinus reason,atrial reason,junctional reason,ventricular reason,以及pacemaker reason 所有的心律都不外乎這5大類 那像atrial fib就是atrial reason atrial tucky,atrial flutter都是atrial reason 所以各位要想 reason 你看到一張 12導層心電圖或是一個strip 一個longstrip 你的reason就這5大類啦,跑不掉 那可是可以共存啦,比方說sinus brady PAF 合併sinus pose,ventricular scape 那這就三種reason了 atrial fib sinus reason,sinus pose 最後ventricular scape 就三種reason,所以 一張心電圖可以合併很多種reason 所以 各位在判讀心電圖的時候呢 一定要記得有5大類 你再怎麼樣都要把它擠出來啊 好像擠牙膏一樣 就能夠把它擠出來,因為就這5大類啊 那 一張心電圖可不可以有多種reason 當然這是yes 一張心電圖可以同時存在很多種reason 好,那這是 最正常的叫normal sinus reason 就是一個p接一個qs 可以看到這個p p長得 很圓滑的 也不寬 也不高 那這就是sinus reason 一般做在 他的rate大概在60到100下 很regular 這叫normal sinus reason 你要看p波最主要是看lead2跟v1 我回到剛剛那個12導層 12導層心電圖裡面 你要看p波就是看v1 lead跟lead2 lead 這兩個lead是最主要看p波的 好的,那 回到剛剛normal sinus reason 我們講normal rate一定就是 50到100或60到100 那沒有其他的abnormal,我們才會解normal sinus reason OK 接下來要講sinus arisum p波每一個p都長得一樣 那可是pp interval長得不規則 不規則要大於三小格 以上我們才會寫sinus arisum 那一般這都是良性的啊 很有可能 在座各位去做心電圖搞不好也是sinus arisum 所以你 摸自己的脈搏覺得有時候會irregular不要太緊張 一般 常見的normal的人就是sinus arisum 一摸就是不規則 也不用太緊張,這是通常都是be-night的 在少部分的病人可能是老化 或是呢這個 Acute coronary syndrome 急性冠心症的病會合併sinus arisum 不過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好,那什麼叫做premature beat 這是APC sinus beat是正常的 動性心率 你突然在應該要發 出來的動性心率之前提早跳出來叫premature beat 好,所以這一支p波呢,他在應該要出來的p波應該是在這裡 結果他提早跳啦 這支叫APC 就這麼簡單 所以sinus arisum 如果你有提早跳的那個p波 他叫premature beat,叫APC 那同理 vpc就是說你應該要在 啊,intervo應該是要在這裡跳出來 他提早跳的叫vpc 好,那你做簡單嗎?APC,vpc 那escape的意思是什麼? 他在該要跳出來之後才跳出來叫escape 恐怕 所以剛剛你看這兩張差在哪裡? 這一張叫premature 這個 這叫pvc 或叫pvpc 那他在該要跳出來的這一個 這個suling應該要這裡跳出來,結果他比較後跳出來,這叫escape 好 所以 escape通常就是代表什麼?代表你的sa node有問題 所以呢,他會escape通常只有幾種?junction node escape,那就是narrow qrs 所以你如果在這個 該要跳出來的qrspo之後才跳出narrow qrs,那叫 junction node escape junction node,junction node就是會瘦 ventricular escape就會胖 所以這叫ventricular escape beat 這樣了解了吧 所以有vpc 有apc 有ventricular escape,有junction node escape 好,那 剛剛是簡單講 講這些 常見的reason喔,我現在要講一些arrhythmia,就是 常見的心律不診 心律不診喔,通常要有正確的診斷 然後呢,你要知道這個心律不診會不會致命 在臨床上最重要就是右上角那個框框 要遇到致命的心律不診要趕快處理 那arrhythmia最重要也是要查underland disease 也就是下面的兩個框框 包括 心律 會造成心律不診的substrate 以及什麼原因induce它 我們都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瞭遠 你要瞭遠一定要有星星之火 要有東西讓它燒 不然它不會跳起來 所以心律不診簡單的講就是 你要有substrate,substrate就是一些物質 讓它容易induce 接下來就是要trigger factor 你才induce的起來 OK 心律不診有它的risk 就會 想要治療嘛 因為你心律不診的病人幾乎都需要治療 可是你要治療前呢,一定要想有沒有benefit 我舉個例子啦 你一生氣,你喝咖啡或情緒緊張,你就會sinus talky 可是沒有人會叫你吃amina 治療你的sinus talky 因為人家知道你心情緊張的時候,你就會talky 不需要吃amina 所以你要治療一個病人,一定要想benefit 就他有沒有得到benefit,而不是看到心律不診就拼命治療 有時候,比方說你出血 你一個大出血的病人 你sanus talky是身體自然的反應 因為他在compensation你的失血,所以會心跳變快 你這時候千萬不要給他amina 因為那是一種compensation 你要讓他自己代償 那像那個時候就是要趕快補血 而不是給antiarrhythmia drug 那acos我跟各位remind,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都還握有acoslicense 不過 那acoslicense是必要的,特別是在臨床的 就只在這邊做 orsal study的病人,都有可能發生致命性的arrhythmia 所以各位一定要去考acoslicense 最好 至少要有blslicense 那acos其實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cabcab abcd 第一個c就是compression 你叫病人沒有反應,就是先compression 然後call for help 那另外一個就是call for defibrillator 我通常call for help,我會叫 defibrillator的車要退過來 然後 接下來就是 你如果有 有compression回來之後呢,就是要顧他的airway跟bracing 所以cab這個概念就是compression cpr airway跟bracing OK,那接下來就是繞這個圈圈了,那最後一定要做 DD叫differential diagnosis 你要鑑別診斷嘛,一個病人絕對不會無緣無故collapse 所以你要鑑別診斷 那你在 CPR病人有幾天回來之後,一定要做 抽血跟理學檢查 所以我中間就會寫blot跟physical examination 做完這些以後,記得分辨5H5T了 我這是 基本概念,我就不講5H5T是什麼 不過 各位總是會有機會的啦 總是會有機會 那 O2IV monitor,我想這邊應該都有設備嘛 就是說一旦病人被鋁瑕疾訊回來之後 一定是O2IV monitor Monitor病人的vital sign,conscious,以及oxygenation Oximeter 那IV要趕快set好,是因為你要抽血跟給藥 很多急救藥物需要IV 需要IV 那Red volum pump就是顧哈特的意思 所以 ACOS其實精神上就是在治療一個病人,突發的arysmia 然後你要怎麼治療 趕快讓哈特恢復 那心理部疾診只有兩大類,要不就太快要不就太慢 就這兩大類 PA跟assist都不屬於arysmia,因為他已經沒有心薄了 沒有cardial部 所以只有心跳過快跟過慢 心跳快的病人,第一步要先分穩定不穩定 對不對 一個病人心跳太慢啦,或太快啦,你一定要先分穩定不穩定 那 不穩定的八個賽,各位一定要記得 不穩定有八個賽 Council change 低血壓 想到休克 胸痛想到AMI 喘想到Promedema 哈非的 很簡單嘛 Council change 低血壓想到休克 胸痛想到AMI 喘想到Promedema 哈非的 所以這八個不穩定的賽,如果越多,代表病人越不穩定 我寫在前三個,用紅色標就是 最不穩定的賽 Council change 低血壓跟休克 所以一個 Tagicardia病人,不管是什麼Tagicardia,VT也好,AF、RVR也好 你要先分他穩定不穩定 不穩定的病人就是考慮給藥加電極 穩定的病人就是observation加上給藥 我這是 最重要的 come on pathway 各位要記清楚 那一個Tagicardia 第三步就是要分他是narrow或wide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跑步的經驗 你如果在自強校區看到一個180公斤的 的胖子在你面前 呼嘯而過 你一定會希望他趕快停下來 right 你怕也怕是看到那肥的人走那麼快 你一定很怕他會發生什麼事嘛 可是你如果看到很瘦很精幹的人 從你面前跑很快過去你搞不好覺得 跑得好 所以心電圖也一樣 你看到瘦子跑很快基本上Ralty會Stable 你看到胖子跑很快這是YQS 你看到一個胖子跑很快 拜託你趕快讓他Stop 他很快就可能會猝死 這是基本的概念 那治療的strategy我剛才已經講得很清楚 不穩定的病人就是考慮給藥加同步電極 因為他不穩定 我剛剛說有那些不穩定的sign的時候就是不穩定的病人 那治療就是考慮同步電極 就是壓同步電極鍵給他電極 等一下我會講哪些病人需要電極 那Stable病人當然就是 觀察他的vital sign 就是看他血壓怎麼樣 怎麼樣 然後呢呼吸狀況怎麼樣 然後 然後這個意識怎麼樣 如果都Stable 那你就是observation就好了 然後 考慮給藥因為 你讓病人一直target或一直brady不好 你這時候再考慮給藥 好這一張 上面這一張就VF 這是最致命的心理不整就是 心事在抖動 心事 這叫Ventricular Fibrillation 那這個很少 在12導層心電圖做到這種心電圖 為什麼因為 你做一張12導層心電圖要10秒鐘 你看到病人vf 當然就是要趕快把它測掉 趕快cpr啊 怎麼會有可能做出一張12導層的心電圖 所以這一張心電圖是百年難得一件啊 我們成大從來沒有做過vf的12導層心電圖 因為你如果做得出來表示你 臨床的訓練有問題 因為你看到vf一定是趕快cpr跟電極啊 怎麼有可能做出一張 12導層心電圖 那下面那一張是vt 這就是pump子跑遠塊 你看到regular pump子 這是pump子嘛 正常的像我剛剛12導層那是瘦子 要narrow 你看到這種pump子就 這叫vt 看到vt 如果有puss 叫穩定的vt 這時候就要趕快check 血壓嘛 所以 上面這一張心電圖是絕對不可能有血壓的 病一定就collect 上面這一張一定有cpr電極 下面這一張有可能有血壓 如果你做這張心電圖的時候病人collect沒有血壓 這叫pussless vt 沒有puss的vt 所以vf跟沒有puss的vt怎麼治療 很簡單 他不可能穩定 所以就是趕快cpr跟電極 遇到vf跟沒有puss的vt就是cpr加電極 那電極幾加二 單向電極器360 雙向電極器就開到150到200就是maxima就對了 給他dcchoke 然後呢記得給要給什麼要給bossesmine vassal pressing 這就是vf跟pussesvt的基本給要 給bossesmine跟給vassal pressing 那如果有被取殺決定回來 或是沒有 比方說你就是cpr電極跟給藥嘛 一直在重複這個cycle 之後就開始給amiodon 給zero看這些藥 OK 那最後一定要記得做鑑別診斷 那 趕快treat 可以reversible的underland disease 比方說ami 比方說palmary embolism 這些都是可以reversible的 OK 那最後一定要做血液檢查 這家physical simulation 總之呢各位遇到areversible病人 如果是必需要急救病人被急救回來 一定就是要做5H5T 那是come on 妥惜久 那我剛剛說vt沒有pass的 也有有pass的 有pass的vt怎麼辦 像這個如果做到這張信念圖有pass 比方說血壓120 over 80 這叫穩定的vt 或是 一個不穩定的vt 假設你做到這張信念圖病人vt 血壓是80 over 60 這叫低血壓 所以有pass的vt還分穩定跟不穩定 不穩定的vt怎麼辦 給藥或是同步電極 如果他穩定 比方說血壓120 over 80 只是覺得population 那你就是observation加給藥 給什麼藥 vt最常用的藥就 Gelo看跟amiodon 這個各位就記得這個概念就可以了 所以我分左邊是不穩定 右邊是穩定 不穩定的時候就記得要同步電極 vt的同步電極是100焦的 記得壓同步電極鍵 它有一個同步電極 SYNC 同步電極的意思 100焦 那如果穩定就是給藥就好了 甚至有時候我們會踹Adenosin 因為Adenosin可以鑑別診斷 這個vt到底是vt還是非vt 他不過這個通常都用在那種比較穩定的病人 就是血壓OK 不會喘 意識清楚 這個相對比較少見 那另外 我講了vfvt 接下來要講tosar 各位看到最上面這個strip 這叫tosar de de pointis 它是一種多形性的vt 多形性的vt 所以tosar de de pointis的另外一個 名字叫做polymorphic vt 就是多形性的vt 那這種通常跟qt porong有關係 所以一般qtc只要大於500ms 就容易tosar 它通常怎麼induce 通常就是一支vtc剛好打在t坡上面 這叫r t 常常就會引起tosar 那一般tosar de de pointis的病人 我們會去查anternet 特別是抽一籤抽籤 甲蓋酶 甲蓋酶很好記 甲蓋酶 我都教各位好記的 那ischemia heart disease的病人 常常tosar 也就是qqq 急性冠心症 急性心肌梗塞 或是不穩定狹心症的病也常常會引起托殺 那有一些藥物特別是Marco-Lite Antibiotics 跟Antifungus的藥物 也常常會跟QT破龍有關係 常常會引起托殺 不好意思我已經咳嗽一個禮拜了 常常想要不要去驗TB 不過喉嚨痛應該跟TB比較沒有關係 那假鈣免會低 你當然怎麼治療 所以遇到TOSADETE POINTS的病人 我們的治療常常就是給硫酸鎂 給硫酸鎂就是補鎂 如果他低甲就補甲 低鈣就補鈣 很簡單 那BRADICARDIA的病人常常容易引起QT破龍 所以我們常常會另外一種治療 叫Over-Dried Patient 就是我們放Tempo Pacemaker 把你的心跳強迫讓他變100下以上 心跳變快QT就會shortening 這是一種治療的方式 如果遇到TOSAD不穩定的病人 當然就是只有DC-SHORE 就是給他 那給他DC-SHORE就是200下以上 剛剛MoneyMorphic VT VT是用100下以上嘛 他是多型性的VT一般是200下以上的電極 OK 那VT的病人治療完以後 被你resert一天運回來 一定要做12導層心電圖 不要 不要忘記 因為我說過 很有可能他Eletriolipalence 很有可能AQ-Cony Symptom 你一定要做一張12導層心電圖 然後趕快找原因 趕快找可以治療的原因 像剛剛我說常見就Eletriolite 所以假鈣每次Routine我們都會驗的 那看病人有沒有ST-depression或ST elevation 病人的GAS看有沒有hypoxia 因為這很常見 OK 那接下來就是要預防它再發生嘛 一個病人VT、VF、TOSAD 這些會致命 所以一定要預防它再發生 然後呢 甚至我們有時候會靠我們來做EP operation或是裝ICD的 ICD就是體內吸占器 OK 我今天就沒有再講那個了 那剛剛講的是YQS-Tarkey 就是胖子跑很快 接下來要講瘦子跑很快 那瘦子跑很快就是 最常見就是AF、HL-flutter以及PSVT嘛 OK 那還有sinus-tarkey跟HL-tarkey 我等一下用心電圖跟各位講 那 NeoQRS的KIN 國往就是AF 台灣人喔 80歲以上有 盛行率大概8%左右 各位知道這很高喔 這幾乎就跟hypolybidemia 盛行率一樣了 所以AF在老人家 幾乎就是很common的desease 那 ESC的Guy9告訴我們喔 65歲以上的男性或女性病人來到你診間 65歲以上 只要你摸脈搏是不穩定的 就是irregular 就是irregular 你一定要做一張12條容經驗 判別 就是diagnostic 它是不是AF 就是class1的incation喔 就是說 像你醫師如果在門診 雖然你醫師是有病科醫師喔 可是 如果你在門診65歲以上的人來到你門診 摸PASS是irregular 就一定要做一張Complete KG Ware Documentation 它是不是AF 那AF就是像這樣 各位可以看到喔 P波沒有很明顯 irregularly heartbeats 那這就是HLV 這典型的HLV 那HLV呢 簡單的幾個概念喔 就是說 常常需要吃 oral anticoagulation 就是抗凝血劑 那今天不是我們要講的重點 我們今天要講Arythmia 所以各位以後 只要認到心電圖長這個樣子 或是一個strip喔 像LOND2 就是上面都不要看它 你只要看LIT2 你只要看它irregularly grregularly heartbeats 沒有明顯的P波 你看不出哪一個P波 是真正的P波 那這就是HLV 那HLV治療 各位只要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你到底要reason control 還是re control 就是說我到底是要把它反轉成sineers reason 還是只是要讓它rate穩定下來就好 所以你的治療只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就是reason control 這是比較積極的嘛 我就是要讓你變成sineers reason 第二種就是比較消極的 我只要讓你的rate不要快就好 因為AF最怕就是RVR嘛 就是Rapid Ventricular Rate 你只要不要RVR 通常就不會population ok 所以治療只有這兩個目的 那除了給藥物之外呢 另外現在比較先進的治療就是做abrasion HLV可以做abrasion abrasion哪裡呢 就是abrasion這個atrium abrasion primary vent 因為他們研究發現了HLV不正常放電的地方 大概都在A吋裡面或是在palmway vent裡面 所以有一些EP的專家 他們就會去把它isolation 把那個palmway vent要出來到LA的地方把它電燒 把它繞起來 讓你這些不正常的發電傳不下來 這叫abrasion 那甚至歐洲喜歡做abrasion 怎麼樣呢 就是我把你A吋在那邊不正常亂放電沒關係 我只要把abrasion完全幫你燒掉 你就完全穿不下來了 那這時候再送你一顆paste maker 所以我才說你可以abrasion abrasionabrasion加上paste maker 那這樣我們成大都做過了 那剛剛是HL fever 這個是PSVT 各位看到瘦子跑很快跑得很規則 一般都在150下以上 這叫PSVT 這在年輕人很常見 在各位這個年紀也很常見 各位這個年紀最常看到的Arysma就是PSVT 那這個PSVT怎麼治療呢 也很簡單 Carotid massage 就是按摩自己的Carotid 頸動脈痘 我是勸各位最好不要做這個動作啦 因為壓一壓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long pose 有時候甚至有時候assisto 另外一種方式叫vagal manual 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肚子憋氣用力 就叫vagal manual 那這兩個方式如果都不行 那就是吃藥 那所以吃 其實很多藥可以讓PSVT降下來 那來急診打藥更快 比方打Adenosin 這更快 因為它的半摔期非常非常短 那如果你有CVP9的時候 你Adenosin就一半豆子就好 那Adenosin要打多少 就6、12、12mm 6mm 1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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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打第一次的12mm沒有效 我通常都不會打第二次 因為通常都沒有效 所以Adenosin如果沒有效 就打isotin 叫verapamil 就是蓋離子阻斷劑 如果打了這些藥都還是沒有效 你就要考慮兩件事 一件事就是診斷錯誤 一件事就是你要考慮同步電極 那PSVT搬50交友同步電極就夠了 PSVT搬50交友同步電極 相對來講成功率非常高 九成五左右 recurrent rate非常非常低 只有1% 所以我都會建議病人 特別是還會懷孕的婦女 如果你有懷孕的計畫 我建議你在懷孕前燒一燒吧 因為萬一他在懷孕的時候發作 你就很麻煩 看到跳180下緊張嘛 你有時候來急診 萬一又要打藥 又要電脊的麻煩 那剛剛講的是Taki Taki就是100下以上 接下來要講Brady Brady就是低於60下 低於50下叫Brady 所有Brady的治療跟Taki一樣 先問他穩定不穩定 那Brady很簡單 會心薄過慢只有兩大類 一大類就是SA-node dysfunction 就是肚房解有問題 另外一大類就是AV-node dysfunction 各位還記得我那個卡通圖嗎 反正就是要不就是上面的SA-node有問題 要不就是傳導有問題 就AV-node有問題 就這兩大類 那遇到一個Brady的病人 通常都會給A-tropin A-tropin就是讓他心跳變快 那最高 最高只能打3mm 所以A-tropin在我們臨床的打法 都是1mm1mm打 OK 通常我覺得打到2mm沒有效 通常就沒有效了 那如果合併低血壓 我們通常就會給Bosemine或是Dopamine 給他生壓 那如果再不行就是貼TCP 就是那種貼片式的 短暫的貼片 那種貼片就是 從體外stipulation 再不行就是放transvenous的temporal pacemaker 就是transvenous 就是直接從靜脈放進去 OK 那如果你有irreversible的Bradicardia 當然就是放permanent pacemaker 就是像這個文貴問我一些病人放pacemaker 就是permanent pacemaker 好那 Bradicardia 我先講幾個常見 一個就是first degree first degree就是 PR interval大於200ms 大於五小格 也就是一大格 那他每一條都1比1傳導 這叫一度abibrog 一度 那二度一呢 這就是二度一 二度一的意思就是說mobits1abibrog 他就是pi interval呢 各位可以看到第一個pi interval比較短 第二個比較長 最後loss 所以他的原則就是pi interval越來越長 越來越長loss 一個qrs 這叫做mobits1 也就是二度一啦 二度一 那二度二就是pi interval都固定 突然就落實一支 這叫mobits2 或是叫二度二 second degree的mobits2 ok 那三度就是最嚴重啦 就是各跳各的 你過你的獨木交火 過我的陽關道 你過你的獨木交火 p跟qrs完全沒有關係 這叫三度blog 啊三度blog 是最高段的blog 也沒有比這個更高的啦 沒有什麼四度blog 五度blog 最高的blog就三度blog 或是有人叫complete every block 就完全防四節組織 ok 好像這一張我們驗收一下 文貴你覺得這一張是 一度 二度一二度二或是三度 三度要p跟qrs都沒有關係嘛 可是你看他這個都有傳啊 有傳 有傳 Rose 你看他pi interval都固定對不對 哦 都還有p 對都p波qrs 而且都固定都沒有變 突然Rose一支 是mobits2 mobits2 mobits1就越來越長 ross 所以這是mobits2 mobi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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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度二 好那這一張呢 文貴你剛剛那一張叫二度 啊這一張就很簡單了吧 你看qrs跟p波有沒有關係 various 所以這個一張是三度blog 所以這一張就是Complete every block ok 好那另外有一種 你們一定聽過bundle branch block 对吧 Bundle Branch Brogue就是 就是这个传导 在右竖枝有传导组织 那Right Bundle Branch Brogue 各位只要记得兔子耳朵 就是RSR' 这叫RSR' 你看到兔子耳朵在V1 那一个Lead 你就知道这是RBBB 如果兔子耳朵在V6 那就是LBBB 各位只要记得这样 就很简单了 所以各位看12导臣 RSR'在V1 这是RBBB 这叫Right Bundle Branch Brogue 那它另外一个特色就是 它会有很深的 很宽的S-Wave在V6 这就是RBBB Right Bundle Branch Brogue 接下来是LBBB 我刚刚说兔子耳朵 如果看到在V5V6 这叫做LBBB Lead Bundle Branch Brogue 左树枝传导完全组织 好 那所以有1度broke 2度1 2度2 3度broke RBBB LBBB 那各位在 像你们做OSR的study 通常都是一个导臣 或是三个导臣 两个导臣 所以你看上面那个就是 你看到有P波QIS波跟T波 后面就Pause了 这叫Sinus Pause 一般喔 Sinus Pause如果大于3秒 就有临床意义了 就是很容易Synchop 那我在我们像这一个病人喔 这个一个Striple hold的一个Striple是8秒啦 所以你就知道他停了多少秒 都没有QIS波 你就知道这至少停10秒啦 所以像这个病人就很容易猝死嘛 就可能睡着睡着就突然Azistor啦 就不会跳起来 所以像这一个就是Completed Reblock 你看他P后面都没有QIS 这是Completed Reblock 他像这个是Sinus Pause 像这个就是突然前面都很快有没有 突然就Long Pause以后 这一支是Junction or Escape Souls突然Escape 所以这个叫Taki Brady 你们他有提到Sick Siner心中 我写SSS就是Sick Siner心中 就是这一种Taki Brady心中 所以你看到人家写SSS 就是三个S 那叫Sick Siner心中 SSS 那Taki Brady跟Sinus Pause就是一种SSS SSS是一个大垃圾桶 它包含了Taki Brady心中 包含了Sinus Pause 包含了Sinus Brady OK 叫Sick Siner心中 好 接下来我要跟各位讲PaceMaker的Code 你们常常看到我们转介单上面写 VVI DDD DDDR VVIR 等等 这代表Mode 第一个英文字母代表哪一个Chamber在Paging 第二个代表哪一个Chamber在Sensing 第三个英文代表Response 我简单的讲 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 假设我写V就代表Ventical在Casing 第二个英文寫V代表Ventical在Sensing 第三个英文字母代表Response 也就是我们分DUE DUE就是两种功能都有 IA代表Inhibit就是抑制 我 假设我VVIR low rate设60下 也就是说基础的心跳设60下 你一旦低于60下我就帮你Paging 可是你如果高于60下我就抑制这个Pasematic patient 这叫Inhibit OK 那我们现在因为DDD健保都有给付 DDD的意思就是说你ATRIM有一条Lead Ventical有一条Lead Dual Chamber都有Lead 那现在都有健保给付啦 所以现在比较少人在放VVI 或什么AAI的 现在几乎都是DDD的天下 OK 那最后一个英文字母代表RateResponse 就是说很多病人他的SANode有问题 所以他运动的时候SANode快不起来 这个叫Cornotropy in Competence 他快不起来怎么办 你如果都只设60下对他运动又不够啊 所以你就要加R的功能 他就会随着你运动 他就会侦测到你在抖动 体温增加 他就会Rate就慢慢慢慢变快 这叫做R的功能 所以你看到如果写VDIRDDDR 多有那个R就代表 这个病人可能在运动的时候自己心跳快不起来 必须要靠电池帮忙让他快起来 OK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各位以后如果在EKG上面看到这种 各位看到前面是Narrow QRS 看到这个有Spike 这有Spike 细细尖尖的那个叫Spike 你看到Spike后面有YQS 这就是PaceMaker Rhythm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细细尖尖的 这就是PaceMaker在配型 OK 所以很简单 所以你在Ship上面只要看到这种Spike Spike 那可是因为现在都是摆托拉力的 就是说它的正负极都在Tip 所以它那个Spike都很小 所以这要非常有经验的人才会看得出来它是Pace型 OK 不过各位只要谨记在心一点 就是说你只要看到Spike 就要怀疑它是PaceMaker Rhythm 所以我们也要放大成10秒去看 Anyway 你只要看得出来就好 像这种这么大 你不用放大多码看得出来 这么大的Spike 像这种小小的 所以一般像如果我转转 我一定会写它我放PaceMaker 可是有一些 其实也很简单 你只要看它的左胸扩右胸扩 有没有一个问的 有没有一个Pocket里面有PaceMaker的形状 其实一看就知道了 问病人病人也都知道 可是呢 我们南部的阿伯阿伯有时候就很陷 比如说医病症病症 又六年了 你问他你有没有装电子 他竟然给你回答不知道 就有这么喊的病人 他都已经接受治疗 他还不知道他有被装电子 可是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有时候 医病关系的不好 不好就是说 怎么医生跟病人都完全没解释到 他做了这么 因为那是Invasive procedure 你总是一个开刀 有伤口的东西 怎么会都病人会完全不知道 那 有时候我们问病人 是病人他会说 有 他有 他有装 但是他不知道 他都会不记得怎么收装 或者是 那是没关系 可是我真的都过很陷 就是 你问他说你有重点 他说他不知道 那通常都是半推半就 或是家属不希望让病人知道 可是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通一定会解释清楚 因为是病人被装的 不是家属 怎么可以让病人什么都不知道 那装PACEMAKER 各位知道 一旦装PACEMAKER 有很多PACEMAKER的 机器跟电线 是不能做MRI的 一旦装PACEMAKER 就不能做核子共振了 还好各位这边的设备 不需要核子共振 不然装电池的病 就不能装 不能去做核子共振 现在已经有核子共振相容的机型了 我们成大已经装非常多了 可是那要自费 健保不几乎这一块 也就是说现在有那种 核子共振相容的电池 那这一张是12导臣的晶片图 各位以后只要看到spike spike 看到这种spike 就是PACEMAKER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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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